欢迎们大家好,我是风高爱花卉 君子兰,只要你用对了土,浇对了水,施对了肥 只要是三年半以上的成兰 每年的冬天都会开出一杆漂亮的花间 今天我就分享一下君子兰日常的养护方法 以及盆土的配置比例和怎样给君子兰施肥 君子兰最佳的生长温度是15-25度 超过28度就会生长不良 到了30度以上就会进入休眠状态 到了秋冬季节10月份以后 就是君子兰孕育花蕾的时间 在这段时间之内一定要给它加大温差 白天和晚上的温差最好保持在10-15度左右 否则就不容易开花或者是夹剑 想要养好君子兰,让它的叶片油绿、发亮、挺直 首先要用对盆土 君子兰的盆土最好是有发酵好的橡树叶、松针、粗沙和木炭组成 它们之间的配比最好是橡树叶60%,松针20%,粗沙和木炭各10% 这样的盆土为君子兰提供了良好的生长环境 它不容易积水,肥力比较足 特别有利于君子兰的生长,还不容易辣根和黄叶 君子兰养殖的好坏 平常的浇水也是尤为关键 既不能过多,过勤,又不能过于干旱 如果浇水过勤,很容易导致它根细的腐烂 如果是让它的盆土干透了再浇呢 那么下次浇水像这种浮叶土就很难再次浇透 所以浇水一定要凭经验 可以用手抓起花盆来试一下 凭感觉去判断盆土的含水量 再去决定是否需要给它浇水 如果碰到气候特别干燥的季节 它的盆土也许会出现上干下湿的现象 像这样的季节也可以每隔三到四天 给它的盆土表面喷雾保湿 再就是光照 君子兰最怕强光和没有光照的养殖环境 如果光照过强很容易灼伤叶面 如果光照不足呢 它的叶片就会失去光泽 直立性也会不好 生长也比较缓慢 到了冬天也不容易开花 所以在春末、夏天以及初秋 这段时间可以给它散射光养护 到了秋末、冬天以及初春的时间 可以给它全日照养护 这样君子兰就比较容易上见开花 叶片也会油绿、挺拔、有形 想要养出品质比较高的君子兰 当然少不了施肥 君子兰是一个洗凉派热的花卉 所以除了夏天之外 在每年的秋、冬、春都需要及时的给它食用肥料 君子兰的肥料最好是由 大麻子、小麻子、油葵和松子还有骨粉组成 像这样的肥料可以在化盆的时候作为腰肥使用 也可以在比较凉爽的季节沿着它的盆边浅埋 只要肥料用对了跟得上 那么我们养殖的君子兰叶片就可以油亮发绿 刚性也比较好 到了每年的冬天都会上前开花 好了 今天有关于君子兰的养殖方法和要点 以及注意的事项就分享到这里了 如果觉得对你有用 就给我点个赞鼓励一下吧 十分感谢欢迎我们的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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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